9月16日凌晨有媒体爆料,在范冰冰生日当天,李晨求婚成功,最后李晨和范冰冰同时感谢微博庆祝,李晨写道《我们永远》,范冰冰说永远永远,这对相恋两年多的娱乐圈情侣终于修成正果。 2015年5月,范冰冰晒出于李晨甜蜜合影并配文《我们》,八方成人李晨正在热恋中,这也是范冰冰出道18年以来,第一次主动向大众公开恋情,之后就与网友转问了一下李晨,范冰冰能力认前任的。 刘萌萌,李晨第一个女朋友是刘萌萌,两人家1975年的17岁都哭中合作过,后来刘萌萌和张国立的儿子张默他恋爱了,也被张国立认为最适合的儿媳妇人线,但最后两人才是分手了。 2.林小鹿,林小鹿和李晨开设十三折折时,相爱成为恋人,据说当时李晨还曾在大腿上闻下一个大范的鹿子是爱,不过很遗憾,2016年两人分手了。 3.赵卓娜,曾是汉汉小三的赵卓娜也是李晨前女友。 据说2007年,两人在湖南卫视的娱乐相亲节目,为爱上前冲中,相识后相恋,但最后还是被韩凡主破坏了。 4.迪丽娜儿,2011年李晨在街头狂吻杨门女,两人的亲密程度胜色恋人,当时被放那美女并是迪丽娜儿。 2.2012年春分手,5.张欣宇,2012年李晨在英修会上认识张欣宇,后来两人相识相熟,在同年期期节,李晨宣布与张欣宇恋爱。 但是一年后,张欣宇方报部声明,承认与李晨分手,分一任男友,一,陆毅。 陆毅拍摄少年后今天二,两人突然互相示好,被指西甲城真,二任全,再拍摄包的时间。 陆毅兵被香港某周刊拍到与任全数值紧空,在上海街头闲逛,在上海街头逛街,从而传出两人正在拍摄的消息,过后就对粉纹男女接受财宝,经对亲手之一举中表示反正常,并居肯承认两人是好朋友。 3.王学斌 陆毅和王学斌的绯闻从04年到06年,却续终督不到当事人的正面回应,谈到对方的闪烁其词,同一场合的偏见回避,让兵业越发的普所迷离,一让外界更想看得究竟。 4.评解 2022年,饭拍陈安落定时,一当事业大少爷的理解,等到变传出二人关系暧昧,身体当中奴隶传惊,此时对某报报告后,李范当即一口不绝。 5.王汉涛 年前有网友称范冰与音乐VG王汉涛的脸,并且有两人在酒吧亲密照片为证,记者求证王汉涛,王汉涛哭笑不得的对记者解释,他是为某个演唱团拍摄MV的情景照片成熟误会,没想到我的友情出演变成了绯闻,但百般解释终究是无用, 范冰冰喜欢精巧后生,是众所周知,而王汉涛差不多符合范冰冰对男性的所有要求,范的穷尘不舍与大众的种种猜测,并非空虚来风。 6.穆小光 在东方卫视《加油好男儿》的比赛中,有位记者拍到了范冰冰成为认为新人男友,他的新任经历人穆小光。 以下结束时,穆小光找到记者,便所把照片删掉,该记者删除后,范冰冰认为记者根本能删,于是中下电脑争执之中,范冰冰的保镖伸出手掐住了记者的脖子,电脑随后飞了出去,摘坏了光驱。 7.韩清 2011年,万事飘平,拍摄完毕,在明冰公开表达自己对韩兴的恋情,并连续表示,他是我的男朋友。 7.韩清